今天帶大家看10個陪著我們成長的童星 有些已經很多年沒有在幕前出現 想不想知道他們現在變成怎樣 講起童星了 近來做得最好的可能是紅到去韓國的莊定欣 前年加盟韓團CLC的她 早前推出新歌《Black Jacks》 拍完韓妹又唱又跳 都完全不失色 可以說是為講真光 而正式出道之前 她拍過《富閨門》和《On Tour》36小時 亦曾經是家宴媽媽藝術中心旗下的組合 Honey Beasts成員 即使現在已經一夜成名 定欣都沒有忘本 早前還重返無線和另一個定欣拍照 咦?這個不是成展拳? 看過ETV的網友又怎會沒見過她 當年有ETV一哥之稱的她 小小都有幫無線拍客劇 不過大學畢業之後 她就沒有繼續留在幕前 雖然不知道她現在做哪一行 但她前陣子就開了一個page 在網上賣電話學 都算有點小生意 小小已經是帥仔的她 現在有一個拍拖四年多的索爆女朋友 兩個還經常在網上放閃 真是sweet到爆 既然我開成展拳了 那當然不可以不是那個妹妹成家瑩 兩兄妹還在撲水冤家合作過 肥嘟嘟的成家瑩 可愛又好戲 拍過不少廣告的 不過觀眾最深刻的 一定是烈火紅心2的紀瑤 和陀昌師3的程莎莎 她和哥哥一樣 沒有再留在幕前發電 但在她最新的近照看到 微半身型的成家瑩 沒什麼改變 還跟小時候一樣 這麼有趣 這首歌簡直是每個小學生 去秋季旅行準備的歌 張宇冬是當年最紅的童星 除了是閃電全身機 和Zenet小人類長住的小主持 東東大師還上過白韻琴的電台節目 幫大人解決感情煩惱感話 不過大個仔之後 她就選擇頭身幕後 在無線做配音員 除了幫來自聲聲的你 的都敏進配音之外 好多套劇集和動漫 都聽到東東的聲音 你又認不認得出呢 感覺真的很神奇 竟然可以和阿奈一齊來唱K 不要以為只是無線 才有同聲才行 阿士最Hit的肯定是 在我和姜師有個約會的 姜師仔放復生 原名張國權的她 14年還上過阿士百人 接受金國亮訪問 當時她已經結婚了 都算是早婚一續 而即使婚後幾年 她依然和老婆很恩愛 經常媽公仔去日本旅行 還曾經說過 完全不介意被人當她是老婆爐 因為愛老婆才會發達 我們是來做足獎妃 玩得開心自成家妃 Jacky仔黃薯熙小時候 好得人喜歡 最高峰時期 別說說拍劇 一年還接近20個廣告 吸金力是否比很多大人 DSE考21分的她讀成大 都沒什麼時間拍戲 不過前陣她代表過品牌 和鄧子豐、鄧穗文 一起出席班獎活動 看她的樣子真的成熟了很多 不過都認得的 至於Jacky仔的哥哥黃炳熙 一樣是同聲 拍過《十兄弟》、《大冬瓜》 和《格勢追兇》 但是她在社交媒體 就比弟弟低調得多 可能因為專心讀書吧 讀朕大全理學院的她 主修電影與媒體藝術 還在畢業作品中初執導演筒 找弟弟做演員 相見合璧 難道想讀完書就入行做黃大道? 莫先生、莫凱謙年紀輕輕 已經很有表演力了 六歲就殺上《殘酷一丁》表演 順勢還有劇拍 暫退幾年之後 莫先生在2016年 重新出發做唱作歌手 找來串嘴Barbie夏慧如 做她經理人 現在就不知道還有沒有合作 但是二月的時候 她掩飾了《周杰倫首等你下課》 自己填滿粵語詞 網友聽完都大讚有Feel 甚至說比原唱還好 不順?去歌啦! 我哭過傷過未愛過 誰唱我竟一直等等他愛我 如果上一刻可以重生過 李日昇的《處男作》是妙手人生 除了拍劇 她亦是杜琪峰的御用童星 同過劉青雲、陰達華和笑美琦拍對手戲架 IQ140的她 小小已經是知幽生 亦曾經教過小朋友畫水墨畫 近年還愈粗愈大隻 你說厲害嗎? 幾年前讀完藝園訓練班的李日昇 在無線都有幾多機會 16年還憑著《城寨英雄》裏面 智障的角色小智 成功引起觀眾注意 而在影壇方面 她在追龍裏面 做敗豪、欣子丹的弟弟 戲份不少之餘 亦好有發揮 接下來一定上位在望 我又想起你老婆 在《殺人犯》裏面飾演《不露政殺人犯》 可以說是譚真一的代表作 就算與影大郭富城同場對戲 她都完全不歇場 現在讀中學的她 熱心參加學校活動之餘 間中都有客串劇集 好像在《老表畢業》 就看到她的演出